电子钱包eWallet近几年在国外 尤其是中国是大行其道 而近两年我国不少的超市 便利店 餐厅 甚至是邮站等等 都已经开始接受电子钱包付费 消费者只需要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然后去扫描二维码QR Code 就能够付钱完成交易 而随着手机付费已经越来越普及化 电子钱包业者也已经开始扩大版图 开始把相对新颖的无现金交易模式 引入传统巴刹 看起来似乎想要更接地气的电子钱包 那走入巴刹究竟效果如何呢 前阵子八点最热报记者庄志高和陈凯轩 就到雪州其中一个最多访客的巴刹去 一探究竟 人来人往的巴刹早逝 那摊档上一个又一个的二维码和电子钱包的标识 映入眼帘 这里是雪州八大林在野SS2早逝巴刹 部分摊档打从半年前呢 就陆续引入电子钱包的新颖付费方式 而抢先肠先的巴刹业者之所以会这么做 是想在方便自己做生意的同时也能方便顾客 因为我们鼓励他们不用带钱出来嘛 因为都安全 因为这边很多扒手的 我们做生意 每天去银行在找间很麻烦 第二我们的账目很清楚 我们走出街 没必要说带这么多钱 Cash出去出门 我们要跟着时代的改变 电子钱包其实对大家都是有好处的 不管是对顾客还是对我们 我鼓励大家用电子钱包是因为 一 我们不用去找闪钱 二 我们不怕收错假钞 我使用电子钱包看起来好像好处多多 不过对于过去几十年来 都一直用现金做买卖的一些业者来说 要在巴刹里用电子钱包做交易 还需要时间来适应 麻烦先进给了就做了 哎呀 用Cash比较好一点 硬实一点 又容易鸡一点 连他人觉得方便 我们生活连鸡就觉得麻烦 好像我们收钱又麻烦 又要走又肮脏 我们不是不用 现在这边还不够hot 就是还不够普遍 还有很多人觉得不需要用先 等他们hot先我们才用 尽管在许多长辈的眼中 电子钱包似乎都是年轻一代的玩意儿 那在巴刹使用电子钱包的环境 也还没有成熟 但是对于不少年轻朋友来说 电子钱包付费其实早已习以为常 方便 其实你只是把你的钱先 所谓的debit在他的付口里面 然后你就用去scan就可以走 不用去a店 因为他有很多promotion 像一些你要track你的expenses方面 也比较容易 随着电子钱包业者和商家 近期紧密合作 加大力度推广无限金付费 那大马人会不会向其他亚洲国家 比如中国 将电子钱包融入成为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重要一部分呢 记者在现场涉及到的答案 几乎都是一致的 会了 我觉得会啦 因为好像来微信的 什么支付宝 阿里贝全部都有进来嘛 所以我觉得慢慢会编啦 当然会发生 你会看到很多东西 开始在外面的东西 慢慢地 将来马来西亚 慢慢要学习的啦 你看中国都是这样啦 很厉害啦老板 不是像中国 像马来西亚啊 马来西亚有自己的 不当一面的东西了嘛 虽然在巴沙或市集 使用无现金交易还不是常态 不过在电子支付上 起步比较晚的马来西亚 如今啊 正在奋起直追 避免在这波 无现金时代的科技化浪潮中 落日燃后